過去游錫坤院長在前幾天說 廉恥是君主政治時代下的產物 游錫坤院長要硬拗說他講的廉恥是古文 但是民眾看在游錫坤院長作為一個立法院的院長 只會覺得他在講幹話 我們就來看看過去民進黨有什麼荒謬的事蹟 我們請青年團總團長羅弘勝來跟大家說明講 大家應該都還記憶猶新林志堅市長參選的時候的學術抄襲案 連蔡英文貴為總統都可以來說這個論文抄襲應該要基於事實是正義的抹黑 再來我們看到鄭文燦當時的論文也糟糕指控 桃園市政府竟然也可以出來護航說這是正常合理範圍內的引用 難道抄襲現在鄭文燦跟林志堅雙雙被認定抄襲雙雙撤銷他們的血跡 難道這個抄襲就是綠色民主的實踐嗎 難道這個綠色民主就是要實踐這樣子的抄襲沒有廉恥的行為嗎 我們想要請問游錫坤院長 當日本當世界當國際都在從古文當中去找語言背後所代表的藝術跟文化內涵的時候 你卻只想到廉恥這篇文章背後代表的君主政治 你卻只會狹隘的去解釋一篇文章 單純用你的政治意識形態來出發 這樣的游院長真的適合代表台灣擔任立法院院長 真的適合代表華人世界帶領台灣走向全世界嗎 這是我們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